长洲长洲,长乐之洲,中国境内历史最悠久的古城之一,想要亲身体验中国文化,此处是必来之地。 这里有距今2500年历史的春秋烟城遗迹,是对长洲历史文化的最佳见证,有许多奇珍文物出土,是考古界和学术界的新途中,也是剧组游客实现半物理穿越的圣地。 在长洲市中心屹立着一座古塔,这个就是天宁寺中最主名的天宁塔,此塔还有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,神州大佛塔,在这里你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自己和历史的联系,比如头顶的龙城象匠四字,就是乾隆皇帝亲笔写下的。 而旁边呢,就是另一座著名的景点,红梅公园。红梅公园可以分为三驱八景,风景卷秀,更有古叉清丸,能够满足你对国家重点圆明所有的期望。 英年早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张泰雷的故居也在这里,后人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馆。 作为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之一的张先生,他是所有青年人的榜样,在这里领略他生前的风采,也体验革命事业的艰难和光荣。 来长州必去青果巷,一条历史痕迹可以追溯至宋代的明街,在明万历年间已有明确历史记载,有江南第一项美誉,这里不比戴王叔笔下那条五项色。 除了名圣古籍外,长州还有孩子们喜欢的中华古人类,古域级旅游景区,东方筑路远绝不是工法缺逃。 看看这些旁人大物,无数世代前,就是他们主宰我们脚下的弟兄。 有了前沿科技的架石,来这里感受一下远古霸主的威猛吧。 长州还吸引了很多积宿,都是在这座西太湖游是基地取景的。 想起这些楼宇,街巷,是不是隐约换起你某段记忆? 能想起他们在哪个电影里出现过吗?晚上的长州也很热闹。 这条哈江路风情街,有着很多日本文化和日料餐厅。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,晚上在这里活泼,小猪,大饱饮食,也能大饱馆。 美哉美哉,有空的朋友一定要来长州看看。